美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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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軍公教是不是福利比勞工多很多 其實多很多 我們可以看一下相關的手版 這個其實軍公教他們的福利 以軍人的福利是最好最完整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手版呢 就是說軍人 軍人通通有啦 對 軍人通通有 不過我覺得是應該的 軍人比較辛苦 軍人應該這麼說他們的風險比較大 對 對 而且他們就是 可能會遇到一些這個危險的狀況 包括國家臨時有什麼狀況的話 都要請他們 還沒辦法休假 對 沒有辦法休假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應該的 那公教的部分 公教除了這兩個沒有以外 通通有啦 對對對 那我們勞工團體是 軍公教到這邊幾乎都是有啦 對 那我覺得如果以後要公平的話 軍人可以加一個危險津貼 軍人真的是有危險津貼 警察也有危險津貼 那其他的公務人員 你有什麼危險今天 你坐在冷氣房裡面 比工人還不危險 工人常常被扎死啊 被機器手弄斷啊 結果你看工人通通沒有 對啊 為什麼會勞工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資源分別不均 永遠犧牲的都是勞工 對啊 其實這還是跟鐵票有關係啦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包括 我昨天聽到一個滿真實的笑話 有一個很有名的財經主播跟我說 因為我居然不知道 原來就是我當年那麼認真 在大學時代打工的錢 其實是我不用打工 我說什麼意思 他爸爸是一個老師退休 結果呢 因為他去讀了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是有補助的 他覺得學費很貴 他就拼命打工 拼命打工 後來一直到這幾天的軍公教的 福利的新聞出來之後 他才回去跟他爸吵架 他說 爸 我當初為什麼要那麼認真打工 原來這些都有補貼 他爸就說 好啦 就是幫你爸存一筆退休金啦 對 所以所有的工人通通沒有 一毛都沒有 你現在如果說 有一個男人他在開健身 對 他生兩個小孩 這兩個小孩都在上私立大學 我跟你講他掛了戲 對 他掛了 那除了那個以外 就如果真的用手的替代力來算的話 那個勞工跟公務人員 他的落差很大 對 他的落差非常大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個是舉例 舉例的話 就是說呢 同樣有兩個人 一個是勞工一個是公務員 在他工作30年之後 退休時候的年紀 對 假設他們的薪水都一樣 對 五三三四零 對 但是大家都看到 其實開始算的時候不一樣 因為勞工的上限是 四三九零零 對 然後呢 乘以30年乘以1.5% 這就是他的一個基數 這個是已經 那得出來是兩萬 最極限了 最極限了 對 勞工保最高就是這樣 那兩萬零四百一十四 就是說郭董的話 他是勞工 他保的跟我們一樣 就是我們自己聽起來比較爽一點的話 對 我們可以這樣感覺 對 那在勞退的部分的話 心智 我們用這個五三 就是用我們的心智 然後去乘上30年再乘以 這個6%做計算 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如果是心智的話 不可能30年 以前那些勞工 根本年級都沒有提 對 所以可能只有兩年而已 對 也可能只有三年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是變動很大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話 變成有一個就職跨心智 對 所以這個是假設說 有一個人心智一直拿下去 假設最高 現在比較年輕的朋友 一年輕人算的 是 才兩萬五千多 兩萬五千多塊錢 這已經極限了 對 這個年資限值因子的話 它是會變動 它這個利率啦 跟我們的平均餘命的話 是有點關係 兩萬五千多是要幹嘛 所以我可以理論 理論上來講 這個勞工 這個勞工他退休以後 他可以每個月領兩萬五千三百五十七塊 勞保年金跟勞退年金全部加起來 然後領到死 理論上來講領到死 那個所得替代率 就是把這個兩萬多塊錢 除以我們的月薪 才47.5% 就是我們領的錢 是我們退休前的月薪 它的一個比重 那如果是公務人員的話 這邊的假設例子就是說 他就職有13年 那後面的話呢 17年的話是新職 那麼他一開始 就加起來 工保的話 這裡其實有一筆是單筆的 100多萬 120萬 多領了100多萬總 對 那這裡的話是18%他的利息 那麼另外後面的話 我們就用13年的就職 就職跟新職加起來 這次一定有 因為他的老闆沒有落跑 對 他兩筆加起來 那如果說都是新職的話 就是4萬多塊錢 對 那兩個加起來是 58531塊 他退休的時候領 5萬3天多 現在這個公務人員 他的 退休以後 每個禮拜 他休息7天 他可以領 58531塊 首得替代率是109 那勞工是47天 比他退休前的月薪還要高 白白人喔 同樣是一個人喔 為什麼有待遇差那麼多 對 所以其實軍公教人員 我們這一次不是故意的 抓你們出來當對照主 而是真的落差派差 不過憲哥你們還 你們還宅心人厚 像我們勞工勞保部分那邊 43900 我們台灣980萬勞工 我自己猜啦 不代表任何立場 對 有沒有800 有沒有100萬人以上 領得到那個43900 都不一定 那個是 老闆宅心人後來的 才可以43900 你每個月勞保費沒有超過 否則你可能大概只有2萬左右 你每個月交的勞保費 沒有超過700塊以上的 你都不要去講這個最高的數字 為什麼 他當時設定43900 其實就是一個陷阱 對 因為就讓你設定 你勞工就只能領這麼低 你知道嗎 你算太多都沒用 然後為什麼剛剛 那個小代這樣講了 老闆聰明的比鬼還精啊 你知道嗎 我們通常那個 看到的那個薪水單上面 有的就寫一個薪資 還有一個月薪資 5萬 7萬 那你就想說 那我投保一定是43900 你錯啦 你錯啦 如果你每個月只投保400多 500多對不對 你錯啦 為什麼 因為2% 勞保年金裡面呢 20%勞工致富 政府只負10% 另外70%是雇主 對 雇主就壓低你的 申報勞保的底薪 對 壓得很低 因為這樣他的負擔就低 對 誰在這種狀況下去幫你投保 結果你投保了二三十年對不對 其實你以為 你一直以為自己薪水很高 其實你投保勞保的那個薪水底薪 是非常低的 對 這裡還有一個風險就是說 目前在講說 如果大家不要領這麼高 那1.5%才不會破產嘛 1.5%要往下降 對 它可能會降到往下降 但是因為國民年金的話 是1.3% 所以一部不會低於1.3% 但是可能會下調 所以我們領的可能到時候還會比這個 而且現在的措施是更可怕的 因為除了所得替代率降低之外 他又把我們現在以前勞保不公平是說 退休前五年的最高薪資 大家就把他灌水對不對 對 那後來改成是 整個投保過程當中的 最高的五個五年 就五年六十個月 他現在有人提議就是 全部攤平 那全部攤平你的 投保金資一定下降 對 因為你不可能保最高 起薪就下降 那保費又增加 所以你以後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他的費率會逐年增加的話 對 其實就是那個企業體啊 他們也會負擔越來越多耶 因為照瑞德哥講 他們要付百分之七十嘛 不過照這個數字算起來的話 至少我還贏了尼亞倫 我每個月還可以領兩萬五 你確定嗎 國民年金 他有沒有 他有國民年金 你確定可以領兩萬五嗎 以後沒有 你確定有嗎 不可能 不一定 因為你如果加入工會的話 他不一定給你保到最高 而且你以後 也不可能用最高四萬三千九去試算 他是用你一輩子的平均 可能你已經拉到三萬了 所以你以後可能會領在多少 兩萬塊以下 兩萬塊以下 既然這樣子的話 不如我們還是教觀眾一些自救的方法 那比較實在 對不對 因為政府感覺起來好像不夠安全耶 對 所以我們有哪些自救的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的觀眾 好 那就要來請問這個艷麗了 就如果說政府已經不可靠了 那你靠政府 把你以後整個都沒有去看怎麼 兩個方向教大家 第一個方向就是 剛剛瑞德大哥剛剛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勞退的部分 我們想辦法可以自己再多提領六趴 那提領六趴的意思就是說 那一方面呢你可以有結帥的好處 另外一方面就是 有些上班族他真的就是很愛花錢 他是月光族 那起碼你自己多提領六趴 當作強迫持續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 如果勞保年金一毛錢都拿不到 那我剛剛提 講到的是勞退這個部分 對 勞退的部分 我們自己再多提六趴要hold住 那多提的這六趴呢 我們想辦法去投資一些 就說這個六趴呢 我們的一些這個代操的這個經濟人 他可以幫我們去投資 還不錯的一些標的 那標的分別是 投資報酬率是2趴跟4趴的話 他現在是保證2趴嘛 對 他現在是保證2趴 那這樣加起來 雖然勞保年金的部分我們是0 但是起碼勞退的部分我們還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手板 起碼每個月是有12000 那加起來的話呢 因為勞保是0嘛 所以一個月至少還是有12000 那替代率坦白說還是很低是11趴 那如果說這個 這個經濟人呢 他的操盤的功率稍微好一點 投報率有4趴的話 起碼呢 我們在勞退的部分 一個月有2萬塊 所以這樣加起來呢 我們的替代率是18趴 但我覺得這是下下測啦 是 更好的方法是什麼 更好的方法是呢 這才是王者的 找出穩定個股 神退休金一點都不難 如果金融海嘯 你還給我 穩定的投資報酬率的話 那我當然不怕 現在如果再來一次金融海嘯 我會不會產生重要的問題 其實像這種公司的話 以前常跟憲哥在討論一下 那這種公司跌下來的時候 我就給他買 請看